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今年116岁的田中家子 成为全球最长寿的老人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介绍 田中家子已经经历了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代 目前田中家子在福岡的一个养老院内生活 他曾经动过几次手术 包括白内障手术和大肠癌手术 他平时最喜欢、最开心的事儿 就是玩棋盘游戏 每天早饭过后 田中丽子就会拉着护理人员陪他下棋 此外,田中丽子每天都会做一些简单的算术题训练和书法训练 在饮食上,田中丽子的食欲依旧很旺盛 一日三餐从不落下 他不仅喜欢吃各种食物 还很懂得少食多餐的道理 但田中丽子也表示 他很喜欢吃甜品和喝碳酸饮料 据说以前每天能喝三瓶 现在护理人员担心他患上糖尿病 所以会控制好分量 这是日本长寿老人分享的生活日常 其实在中医这边 对于炎年益寿也有自己的理解 今天给大家介绍五味中医的长寿秘诀 一起来看 一、五大国医长寿方 一、朱良春 九十四岁 江苏明中医 善用虫药治肿瘤 长寿秘方 六十年长期坚持吃一种养生粥 材料 绿豆五十克 义仁五十克 莲子五十克 扁豆五十克 大枣三十克 枸杞十克 黄芪二百五十克 普通人每天三十克 做法 将前五类洗净入砂锅 加入黄芪水 集火煮沸后 慢火炖四十分钟 加入枸杞一起再煮十分钟 每天取五分之一 早饭前和晚上各吃一半 二、严得心 九十一岁 上海中医领袖 气血横法大家 长寿秘方 人体的长寿与衰老均与气血息息相关 气血流畅 循环周身 则脏腐和调健康长寿 他长期坚持服用一些高方 主要包括一些健脏 补气 活血的药物 不外乎 不外乎红花 桃仁等 提倡每天早上空腹 用开水冲服 不主张一天服两次 三、陆广深 八十四岁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中医理论大家 长寿秘方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有时候一个鸡蛋能吃上半天 陆老常说 要带着一种享受的态度去吃东西 他每天都会吃两个鸡蛋 他认为鸡蛋里含有大量的卵磷脂 能够抗衰老 每天早起后 用手搓耳朵揉肚子 让经脉血液流动畅顺 晚上睡前泡脚 让自己休息得更好 四、陆志正 九十一岁 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 长寿秘方 每天早上吃生姜 配合红枣、红糖 养生效果很好 但生姜只能早上吃 切记晚上吃 陆老习惯早上搓脸 和晚上睡前目足 晚上目足有助于把血引下来 让大脑容易进入睡眠状态 五、张琪 九十岁 哈尔滨 全国中医肾病首席专家 长寿秘方 精神愉悦 心情舒畅 是长寿的秘诀 对不如意识或闲言碎语 要从客观上分析 一笑了之 饮食营养顺其自然 既不要暴饮暴食 也不素食清淡 不要一提有胆固醇的东西 就不敢吃 他主张膳食均衡 荤素搭配 一味粗茶淡饭 或者饥饿 减轻体重 都不可取 众所周知 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虽然日本人口总数 在世界并不起眼 但是肥胖率只有4% 人民普遍长寿 这是为什么呢 在日本的游戏厅 你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游戏厅也专门换上了软一些的游戏椅 除了玩游戏 日本老人还会学习新技能 新爱好 有的会使用电脑作画 有的自学代码编程游戏 并且已经将成果发布到游戏平台 发表在PostGrad MetaJ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大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自然萎缩 从分子到形态的各个层次都有变化 采取措施对抗大脑老化 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的健康 都有明显的好处 大脑是人体的司令官 大脑年轻了 身体机能自然会衰老得更慢些 因此如果想保持长寿 不如学习日本老人 做些需要动脑的游戏 比如下棋 做算术训练 或者根据自己的爱好 学习一些新的特长 日本人每顿饭的菜肴种类 包含鱼、肉、蔬菜、水果、豆鼠类、和米、面等主食 花样繁多 营养十分均衡丰富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 中国居民平均每天应摄入12种以上食物 每周25种以上 每天的膳食应包括 那是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体的日常需要 降低疾病风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对中国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 多数老年人一日三餐加起来的食物种类不足10种 从刺身、沙拉等菜肴就可以看出 日本人特别重视食材的原汁原味 他们主要通过蒸、煮或者生片来处理食物 吃的时候再配点酱料 台湾康健杂志刊文指出 炸、煎、烤等方式不仅容易破坏食物营养 还可能产生深颜色的有害物质 高温时的食物鹤变会造成糖化反应 释放自由基 人体过量的自由基会攻击细胞 破坏DNA、蛋白质等物质 加速细胞衰老死亡 而清蒸或水煮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物的营养 避免食物鹤变 三、吃得慢 日本人吃饭的时候 讲究小口吃饭 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能将食物磨得更细 与唾液充分混合 也更容易消化吸收 日本人吃饭时会将各式各样的菜用小碟子装 但是加在一起的总量并不多 这种小分量的八分饱是日本料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张生生曾表示 吃得过饱带来的危害就是消化到负担太重 引起消化不良 严重时还会破坏胃粘膜 可导致胃糜烂 胃溃疡等疾病 除了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吃太饱还会使大脑反应迟钝 骨骼过分脱钙 对肾脏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吃饭时我们最好不要吃得太饱 吃到微微有些饱就应该放下筷子 这时差不多就是八分饱了 日本人会吃大量的鱼、虾、贝蕾等海鲜 比较少吃红肉 他们常吃的深海鱼富含常炼不饱和脂肪酸 对人体十分有益 红肉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 长期摄入过量可能诱发血管斑块 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 所以我们平时可以少吃红肉 多吃白肉 三、日本老人放得下心 如果你去过日本旅游 就会发现日本具有庞大的老年人社会链 许多的老年人即使已经不再年轻 但心态却不老 面对衰老和死亡 大多数人的态度是 只要还活着就要活出一番精彩 心态健康跟寿命的关系 我们在生活中已经能够感受到 那些长寿的爷爷奶奶大多心态豁达 开朗乐观 活得健康 长久而快乐 正是每个人的梦想 虽然影响寿命的因素有很多 但我们也要尽量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为健康保驾护航 保持良好的心态 让自己动起来 保持大脑活跃 调动全身机能 健康就离我们不远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bide tier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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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